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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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亮的家在云南省洪河州石平县 踏上一村 距离驻守的占娘舍哨所2740多公里 因为路途遥远 参军入伍以来 他已经八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这次回家除了探望父母 他还要完成一件重要的大事 班长 你这个带军装回去准备干什么 我这个回去准备结婚了 到时候我还准备做个婚纱罩 我淡病的时候造的那个结婚罩 还挺有意义的 有个激励嘛 占娘舍哨所 藏语意思是 鹰飞不过去的地方 四周都是宣崖峭 从每年11月份到来年5月份 都是风山起 几乎是一座血液疙瘩 张宝亮要从这里 徒步到达十公里外的连队 从连队坐车到亚东 再转到日喀泽 从日喀泽乘车到拉萨 再乘飞机到昆明 从昆明再到通海 之后才能到达石平县 塔萨米村 回家的是什么事情呢 现在这个很开心也很自动 放手也很累 这个学生没走的 我也希望快点 现在想快又走不动 现在是不是已经 心情已经回到家里面了 对 我感觉从我们一开始 都可以走的时候 我这个心情就开始到家里面了 一到冬天 从哨所到连队这条山路 被大雪覆盖 路上有几处危险的冰滩 一旦滑倒摔下山崖 后果不堪设想 每次经过这里 战士们都会被加小心 要绝着哦 不太滑了 这上面吧 上面是雪 走不过去 下面太滑了吧 这下面太滑了吧 可以走 这里有脚印 我跟着脚印走吧 不过来的时候 这里有点小心 这里特别滑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从当兵到现在 张宝亮几乎没有向家人说过 自己工作生活的环境 想到即将回家 见到未婚妻 张宝亮心里既期待 又有些内疚 班长你跟你家属认识多久了 已经三年多了 现在你们这结婚准备怎么样 准备的都是都差不多了 只是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吧 我也只没回去得到 所以家里面的东西 一直都说是 他在帮忙着 跑东跑西的在准备 我在这边也什么也帮不上忙 如果这点来说的话 我感觉我估计他的 还是比较多吧 因为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忙 或许 每个驻守边防的官兵 内心里面 都有对家人的内疚 常年驻守在风雪边关哨所 而今踏上返乡日程 他们的心里 或许也有那些 近乡情切的复杂感受 看 已经到我们连队了 这就是我们连队 整整走了七个多小时 张宝亮终于抵达连队 换上电装后 准备从这里坐车赶往日喀泽 然而和君嫂冷冬眉的遭遇一样 因为下雪 迁往日喀泽的大巴挺开 现在这个订不到车票了 怎么办 现在订不到车票了 我们只能自己 把一个小车上去了 因为现在机票都订好了 那个不可能不走 那你有电话吗 幸运的是 张宝亮刚准备包车 迁往日喀泽市的时候 遇到了经常给连队送菜的师傅 今天没票了 那你把我迅速一起带出去吧 对吧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幸运搭上顺道去日喀泽的送菜车 张宝亮将赶往日喀泽 从日喀泽在坐火车 到拉萨乘飞机 而君嫂浪中美上山探亲的旅程 也分毁路转 有了办法 原来山南军分区得知家属来队 遇到大雪风落困难 就专门安排了一辆车过来 送他去错囊下来 想到很快就能到错囊 离丈夫越来越近 浪东美情绪不错 在车上讲起了 他之前来探亲时的一些难忘经历 有一次快到破了的时候 车子出了故障 我说 什么车啊 大巴车 然后就出国走了 等一小时左右吧 那次出了最难忘了 但那会儿天气怎么样 天气也不好 就是出大方 就你一个人 然后下车 拖着行李 那当时你的心情 我客气而止了 心情八两八两的 真的 我边走边哭 有没有怨过他 肯定是怨了 他说的是我再也不见你了 但实际上心里 都还发不得马上就恢复过去 是的 我说了很多次不来西藏了 但还是一次一次的 只要有假期 你赶紧过来一趟兄姐 是吧 也是过年 过年大家都团聚了 过年大家都团聚了 我们也是家人 车子驶出山南不久 被交警给拦了下来 西藏哪 走不了 这南现在去不了 现在去不了了 说我到洛杉磯上下雪了 下雪有点大 防火带那些没装的话 如果路上出事就麻烦了 又确保你的安全 还是返回去吧 历经过折 军造冷东北探望丈夫的路 又一次遇到困难 他的上山路上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 顺利到达拉萨的战士张宝亮 在即将到达家乡的时候 又会遇到什么情况 不管多少艰难险阻 都阻挡不了他们 与亲人团聚的脚步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我的探亲将 好不容易 有军分区的车来送 可是没想到 还是因为大雪防路 寓业车都不能通行 他们只好返回山南 等待道路讲通 冷东北上山探亲的路 又遇到困难 而张宝亮回家的路 却相对比较顺利 到达日喊泽之后 他顺利登上了 去拉萨的火车 我已经上火车了 对 现在已经在火车上 晚上八点半左右到拉萨 今天晚上到拉萨住 到时候明天早上再到机场 尽管还算顺利 但从下哨所到拉萨 张宝亮已经花了 整整三天时间 他告诉记者 哨所官兵们冬天回家 有时候花的时间还要更久 乘飞机到达昆明 张宝亮还要乘车前往通海 再从通海坐车回家 两儿因为航班晚点 到达通海后 离家只有不到三个小时车程的张宝亮 又错过了回家的班车 眼看就要到家 可是好事多磨 还要再等一天才能赶回家中 与未婚妻见面 张宝亮心里有些无奈 而这时上山叹琴的冷冬眉 终于等到了上山的路通车 今天就算可以出发了 因为路通了 然后你想心情怎么样 会再开心 非常开心 因为很快就可以见到 是吧 从泽当县通往错纳的路 只有210公里 但却要翻越三座 海拔5000多米高的雪山 到达海拔5100多米的 雪布达拉山山给了之后 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 路面上到处都是暗兵 但冷冬眉不仅不紧张 还很兴奋 眼角都是藏不住的喜悦 这一张是在哪拍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湖边 湖边是吧 是在什么时候呢 12年的三月份 三月份 他那会儿已经在这边 是吧 二十年 学校回去的时候 学校回去拍的时候 很充充满满地拍的 你看多帅啊 我记得他 我们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 今天下午拍 明天上午他的飞机 就回来 回西藏 过了错纳现场 离联队还有四十五米 在前往联队的路上 雪越来越厚 而两旁的山市 也异常倒下 道路越来越难走 在快要到达联队的地方 殿坊团的装载机 正在雪庄紧张作业 原来通往联队的道路 出现了塌方 他们正在抢修 我看刚才底下 有一段路 长一段路 全部是塌方了的那种 那那一段路 如果终的话 需要多久 我估计啊 可能 大半天时间 现在三点钟 那大半天时间的话 就是天都黑了呀 今天可能要推动 肯定是不得行的 离联队只有不到 五公里的路程了 路却又被塌方阻断了 大家决定徒步走到连队 有官兵们拿着年货 陪着嫂子冷冬梅 一起步行前往 五公里的路 说短也不短 在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乱石堆里 冷冬梅踏着鸡血 踩着乱石 一步一步向前走 走了大约三公里之后 前来接应的连长周天堡 带着战士也赶来了 见着丈夫的一刹那 一路上 面对各种困难 都会坚强面对的浪东梅 一头扎进丈夫的怀里 哭了起来 老婆你确实辛苦了 从大老爷跑过来 没事 只要大老爷就行了 见到了丈夫 自己被丈夫的大手牵着 一起行走在这雪山上 虽然高人缺乱 虽然道路不通 虽然夜寒泪水 但浪东梅的脸上 却荡映着幸福的微笑 在别旁边 听说嗓子要门 万兵们早早地 就等候在连队门口吧 一月二十号 从重庆市永川区 周托镇出发 三千多公里路程 用事六天 浪东梅终于与政府团聚 而从少佐下山 回家探亲 并准备结婚的战士张宝亮 也踏上了回家的 最后一段路程 现在很高兴 也很惊动 因为到现在 大概八年了 还没有回过家过年 今年第一次回来过年 过完之后又要结婚 所以现在很惊动 因为马上到家了 从少佐到家 两千七百四十多公里 张宝亮画了五个日夜 终于抵达 没有热闹的寒暄 也没有鲜花和拥抱 在这个淳朴的遗祖村寨 孩子们的簇拥 阔别已久的未婚妻 普吉英 一句简单地回来了 便说尽了家的温暖 我看到别人养的 一起去约会 或者是关街 这些耳朵我都会想 我甚至有时候会买 为什么你总是不在我身边 都会想 总是我一个人在家 但是我还是会慢慢地去 接受这个 我会找我的朋友 或者是父母 他们聊一聊 就把心里面的情绪缓解一下 然后过后还是不好 淘米 攒鸡 洗菜 家人们用最隆重的方式 欢迎着张宝亮的回来 夜幕降临 家人们忙活了一下午 做好了一桌好菜 一家人 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 或许 这就是家的味道 爱的味道 在祖国漫长的 边境线上的哨所里 还有无数的边防军人 在春节 客家欢聚的日子里 他们还用坚守在崗位上 不能与家人团聚 在聚国欢庆 客家团圆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里 站着 当病的人啊 要走四方 家里的事情 只能先放一放 亲人和朋友 情多原谣 情多原谅 牺牲放下了对妻子永随的约定 那年他们牺牲放下了对儿女养育的天秘 岁月流转 这个国家的亿万万人民年年感恩他们的牺牲 也常为烈士亲人的生活动情 军事记者军访多位烈士至亲 走进他们的居家生活 感知他们永别亲人后的冷暖人生 军事记者下期播出烈士亲人您还好吗